大家知道白鹤滩水电站吗? 这是仅次于三峡大坝的中国乃至世界第二大水电站的存在。 三峡作为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其光环掩盖了一众水电站,让他们黯淡无光。 这也让排在三峡之后的白鹤滩水电站显为人知。 可就是这样一座水电站包揽了多个世界第一,至今无人打破,被称为水利工程版珠穆拉玛峰。 在水利行业里,中国最大的成就莫过于三峡大坝,但中国仍然不满足。 这些年,中国还一直在建造发展水利工程,为此也建造了不少的大型水电站。 目前中国水电水平稳居世界第一,更是成为了世界上大坝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手中的清洁能源技术也是最为成熟的。 为了进一步促进国内水利事业发展,前几年,中国投资修建了目前全球发电能力第二强大的白鹤滩水电站,耗资1778.9亿元,历时12年。 早在上世纪,我国就想要建设白鹤滩水电站,却苦于没有相关技术支持,只能向苏联专家求助。 在我国准备建设水电站时,苏联专家突然离开,准备开工的时候,四川又遇到地震。 随后工作人员不得不对当地进行反复考察,导致项目规划时间长达70年。 后来,白鹤滩水电站工程的承包单位是三峡集团,他们为建设这座水电站投入了6万名工作人员。 当时,白鹤滩水电站总投资1800亿人民币,最终在2022年建造完成后, 不到一个季度的发电量就为中国节约3.3万公顷扩液林的净化作用。 其实,建造白鹤滩水电站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让我国人民都能用的上电。 这座水电站24小时发电量可供50万人一年生活用电,仅次于三峡水电站的工作效率。 虽然装机规模也没有三峡水电站大,但是白鹤滩水电站却有着许多的独特优势。 比如,能量密度更高,三峡水电站的装机规模是2250万千瓦,多年平均流量是4500亿方,年发电量是900亿度。 而白鹤滩水电站装机规模1600万千瓦,多年平均流量是1300亿方,年发电量是624亿度。 也就是说,同样一立方的水,白鹤滩水电站能发出三峡水电站接2.4倍的电,能量密度相当于三峡水电2.4倍。 为什么白鹤滩水电站的发电效率会那么高呢?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都是水位落差的问题。 确实,白鹤滩地处阶梯交界处两山加持,河谷狭窄,水流落差较大。 而三峡水电站处于旱江平原,江面宽广,库容量大,但水位落差相对较小。 两者天生的水能资源上来看,白鹤滩确实是要略胜一筹。 但其实在我国,拥有这样天然优势的水电站选址不在少数,为什么白鹤滩就能脱颖而出,成为我国水力工程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说到底,还是要坚信先进技术是最高生产力。 白鹤滩水电站配备的是全球最大容量的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1600万千瓦,单机发电功率世界第一。 一秒的发电量就够一个普通家庭用整整两个月,相当于烧172斤标准煤的发电。 白鹤滩水电站问世之前,我国国产的发电机组已经是世界领先的85万千瓦了。 因为白鹤滩水电站建造的晚,为此安装着世界上最强的水电心脏,而白鹤滩的发电机组相当于是站在山顶攀登更高峰,达到了100万千瓦。 要是全力运转的话,仅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能够满足千余人全年的用电。 也因此,其结构与普通水轮发电机完全不同。 普通发电机转轮叶片的长短,大小完全一样。 而白鹤滩的水轮发电机,由长短叶片相互组合的结构增加了总面积,同时保证了出水口水流能顺畅流动,把几乎不可能再提升的水轮机效率硬是提到了96.7%,几乎做到了不浪费一滴水。 在制造时,最大的难点就是实现水轮发电机的均匀性。 水轮发电机工作时,每分钟要转111圈,在这样的高转速下,但凡有一个叶片的重量稍有不同,旋转都会发生偏差和位移。 影响发电效率不说,长次以往,还会缩短水轮机使用寿命。 所以这些转轮尺寸的误差,要控制在零点几毫米以内。 最终生产出来的发电机,全速旋转时,摆动幅度不超过0.03毫米,还没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就算在它旁边立即没硬币,都能做到纹丝不动。 不仅仅是发电机组,作为目前技术难度最高的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已经有多项指标进入世界水电技术的无人区。 光是建造大坝的前期准备,工程量就十分惊人。 白鹤滩两侧的山体并不完全对称,右侧坡度较直左侧更为陡峭,这样一来,大坝左右两侧承受的水压也是不对称的。 如果一侧承受的压力过大,很容易造成坍塌事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施工组决定在建大坝之前,先在左岸胶筑住一块垫座,让河谷两侧尽量对称。 再把中空柱江的毛管打进山坡,相当于给山坡增加了钢筋骨架,增加山体的牢固性,防止山体滑坡。 建造大坝时,一般都是用混凝土胶筑。 然而,因为胶筑过程中,混凝土浴水会大量放热,凝固之后又冷却,这样极具的热胀冷缩,很容易让混凝土产生细小的裂缝。 再加上白鹤滩的河谷温度较高,风也大,会带走更多混凝土表面的水分,让裂缝更容易产生。 但是像白鹤滩这种规模的水利工程,蓄水时承受的压力相当于十万个火车头的重量,就好像一个指甲盖上占了一只大象。 这种情况下,任何裂缝带来的风险都是不可估量的。 为了避免这种风险,工程师再次勇闯无人区,直接从零开始自主研发低热混凝土。 同时安装了温控系统,一旦检测到胶筑过程中温度稍有异常,立马调整胶筑速度或者采取物理降温。 整个胶筑过程从开始到凝固,温度都保持在七摄氏度上下,做到了八百万方混凝土胶筑的大坝,从头到脚一个裂纹都没有。 另外,白鹤滩地带历史上出现过地震,而大坝的修建处除地质灾害,还可能诱发地震隐忧。 白鹤滩水电站也建成了国内规模最大,阻往难度极高的地震检测系统。 双区的设计,加上八百多万立方米的低热水泥混凝土属于全球首次。 其抗烈安全系数超过2.0,能够长期承受1650万吨的水推力。 抗震参数也达到了世界第一。 而在电站的地下,还有一个天下第一,那就是地下暗室最大的地下洞窟白鹤滩水电站地处峡谷之间, 这里地势不开阔,施工时承载不了很多挖掘机和吊车。 于是,工程队在地下修建了很多洞穴,施工时存放设备。 这也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洞穴群。 很多人认为,工程结束后,这些洞窟就会被填满。 其实,这些洞窟最后都被保存完了。 首先,地下洞窟的建设从项目一开始就考虑到了,所以不用担心坍塌的危险。 其次,这些洞窟在施工时可以用来存放设备,工程结束后可以用作军事后备,是很好的防空洞,虽然设计师不想扮演这个角色。 最后,这些洞穴还可以吸收震动,扩大的空间会减少共振现象,可以进一步提高抗震效果。 既然白鹤滩水电站的修建难度那么大,为什么还要修呢? 我们不是已经有世界第一大的三峡水电站了吗? 但其实,三峡水电站并不能取代其他水电站。 这不是单纯总发电量的问题,长江流域地域广阔,涉及范围广,需要建设多个T级水电站。 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四川省梁山州,与三峡大坝相距甚远。 他们分别担任着为西南地区和汉江平原地区居民供电的重任。 而且,我国水电站除了发电之外,往往兼具防洪、航运等多种功能。 白鹤滩水电站,就是金沙江下游干流河段开发的第二个T级电站, 对长江的航运、防洪等综合效益有重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白鹤滩水电站也是我国西电东宋工程重要的一环。 西电东宋工程一共分为三条主要通道, 其中中部通道就是由四川重庆向华东华南地区输电, 主要以三峡,金沙江干支流水电为主。 而白鹤滩水电站,就是江浙输电线路工程的重要源头。 整个长江沿线的水利工程,都构成了一条清洁能源输送的大走廊。 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标志着这个世界最大的清洁能源走廊基本建成。 而你能想到吗? 沿着这条能源工程路线,长江的每一滴水都变成了妥妥的打工人。 长江干流乌东德、白鹤滩、西洛杜、向家坝、三峡和葛州坝水电站, 构成了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据报道,这六座梯极水电站累计发电量已突破三万一千瓦时。 更值得一提的是,白鹤滩水电站还解决了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难题。 在电站运行过程中,它实现了科学合理的水资源调度,减少了对水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同时,通过有效的生态修复和保护措施,还使得周边的生物多样性得以维持和增加。 这无疑是在既追求经济效益又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的两难境地中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点。 白鹤滩水电站的崛起,不仅是我国水利工程领域的骄傲,也是世界水电事业的骄傲。 它以自身出众的规模、创新的技术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了世界各国眼中的瞩目焦点。 尽管被三峡大坝的光环所笼罩,白鹤滩水电站依然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卓越的成就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辉煌。 它的建设不仅为我国水电事业插上了一对光辉翅膀,更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感谢观看